好,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Relator Keys的部分 好,那先講一下,就是各位觀眾有給我的建議都有寫下來 但是因為最近可能比較忙,要找第一份工作 所以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可能做一些大型專案的介紹 或者說做一些比較複雜的介紹 但如果日後有時間的話,我會開始消化一下就是各位觀眾給我的建議 因為其實還蠻多的,會一個一個去解決掉這樣子 好,那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好,那我們今天是來講說,為什麼不要在 你渲染,你在留言裡面去渲染你的list的時候 不要把你的index當作key來使用 好,這支影片就會介紹到 以及說你加上key跟不加key有什麼差別 今天我們等一下就會在demo上面去看到了 OK,所以我們直接進入我們的主題 好,這邊有一個之前demo過的to-do list的application 我們看一下程式嘛,其實很簡單 我這邊有一個input 好,我在input裡面去輸入文字 按一下enter以後呢 我這個to-do就會顯示出來了 好,那注意到一點就是說 我的目前這個to-do是沒有加這個key的 好,是沒有加這個key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不加key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好,看一下console 好,重新整理一下 好,這邊就隨便新增幾個元素 隨便新增這個to-do 你會發現說,就算我們不新增這個keyprop進去的話 對我們的功能是沒有任何的影響的 它都可以正常運作的 好,然後你會看到說 REAT會提醒你說 每一個child都應該要一個unique的key 獨一無二的key的prop 好,但我們現在看這個console 其實看不出什麼所以來 所以我們要跳到elements這邊 我們點下去 把我的這邊整個div都展開來 我的to-do裡面 好,所以我先把我的to-do全部展開來 好,那我現在做的事情說 我要去新增一筆資料到我的to-do 到這個畫面上面 先這個to-do到畫面上 好,那如果我是屬於新增進去的話 那我是理所當然的以為說 我只要新增進去 所以後面的這些東西 原本已經在畫面上的東西 你不用幫我更新 因為這些東西是不會變更的 除非我去手動按下這些功能 不然的話是不會去變更的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這些spam有閃一下的話 有閃爍的話 代表他們被更新了 只是直都還是一樣 但是他們被更新了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新增一個to-do進去按一下enter 你會發現說我這邊全部的spam 剛剛是都閃了一下 代表說他以為我是要做更新的部分 所以把我的每一個spam 也都跟著做 跟著一起做更新的 好,那這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就像固定這樣 可能10個20個的元素 那可能不會有什麼感覺 但是如果你當你有 1萬多元素在畫面上面 然後你只是新增了一個新的元素進去 那底下這1萬筆資料 都要重新被更新一次 因為rate底層的這個機制 它是使用DIFF的演算法 去判斷說 我們哪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tree 是一個random tree 然後這個tree裡面 有好幾個節點 去記錄一下我們的 上一次跟這一次的 有哪一個地方做變更了 然後去幫他們更新 好,但如果你沒有告訴他 說你沒有幫這些節點 給一個編號的話 他會不知道說 今天哪一個地方被更新了 他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標記 那沒有標記的話怎麼辦 就只好把全部的東西都更新了 因為他不知道 他沒有一個所謂的依據 他沒有一個所謂的依據 可以去幫你更新 幫你新增一個東西進去 他就整個全部去做更新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key 把key輸入進去 好,那這個key呢 我們先用index 也就是我標題講的 我們用index 來當我們的key 那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儲存以後 回到畫面 重新整理一次 我們再一樣 你這次會發現說 我們新增的東西 不再跳出錯誤了 realt沒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什麼樣的錯誤 但是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會不會有剛剛的情況發生 好,一樣全部展開來 好,然後再新增一個元素進去 按一下enter 你會發現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為什麼標語說 你不要用index 的key來當作 不要用index來當作你的key 好,那會造成這樣 原因是因為 可能跟它的底層的機制有關係 realt官方也建議你說 找一下 這邊有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就有講了 不要去用這個index來當作你的key 如果,因為這邊解釋一下 稍微簡單解釋一下 我們key是1234567 依序排下去嘛 所以它是形成一個有順序的list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這個12345678這個key嘛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呢 從中間移除了一個元素 移除了一個list 那這變號是不是就亂掉了 如果我們再往後增加的話 這變號是不是就亂掉了 所以它就 就不知道說要怎麼去更新的東西 好,那另外一個還有比較嚴重的問題 我這邊是講比較淺一點的 其實有更深入的地方 你們可以去探討一下這個realt 的底層 那就是realt fiber 那我建議如果你去使用realt 來當作你主要的開發工具的話 那我覺得realt fiber 你有必要去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以前的realt 和現在realt有什麼樣的差別 以及未來的realt 會帶來什麼樣新的功能 我建議大家都要去了解一下 那當我剛剛講的這個key 這篇文章寫的超級好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他有提到說 這個keyprop的問題 ok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那我回到我的application 我這邊把我的items給註解掉了 然後以及我這邊有一個新的stat items還有setitems 這個items裡面就兩筆資料了 好,然後在這個按鈕按下onclick以後裡面 就會幫我去新增我的item進去 然後id我是給日期 就是當下這個time stamp ok 好,然後items這個component呢 就很單純 我只是把name跟input 這兩個東西渲染出來而已 好,所以我們現在儲存以後 我們先儲存 好,然後回到畫面 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我要在我的這個key 我這邊key已經加上去了 我是使用index 好,那如果使用index來當你的key的話 就來看一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先按下 我重新整理一下好了 好,我們按下click 沒有問題哦 但是假設 我今天想要去 假設我現在去編輯這個input 我這邊去輸入文字 然後剛好上面有一個什麼樣的按鈕 好,去新中式更動等等的 我按下click以後 正常來說是不是他會被往下推嗎 所以上面會有一個新的item 然後加這個time stamp 然後再加上一個input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按下click以後 你會發現 誒,我的這個input還是在第一個 所以這邊就到了已經 他這邊已經完全亂掉了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去渲染你的畫面 要怎樣去更新你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一直按下click的話 你會發現我的input 有輸入123123123這個 會一直在最上面 所以你看一直按下去 但是這是不對的嘛 這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好,那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只要照官方的說明 你的key不要使用index 要使用什麼 你的這個item裡面應該要有自己的key 好,所以我這邊已經有自己的key了嘛 我這邊是使用1和2 然後接下來的key都是使用 這個new date 去幫我產生一個新的key 好,所以我現在把這個當作key以後 儲存 我們再來看一下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邊去數123123123 然後按下click 你就會發現說 不會再有那個問題出現了 第一次我在這邊隨便去新增幾個 我在input裡面去打文字 他這個時候都不會亂掉了 然後在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我們這個畫面上 他只會去新增新的東西進去 不會再去更新你舊的東西了 所以我這邊打開來 然後123按click 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下面這個已經沒有在閃爍了 這些文字啊 input什麼都沒有在閃爍了 所以他已經知道說 我不是要更新東西 我是要新增東西進去 所以麻煩你不要幫我把底下的東西一起更新 我們就做到這件事情了 好,所以加上key跟不加key的這個差別就在這裡 以及說如果你把你的key 你的index拿來打你的key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剛剛也demo給各位看過了 好,所以這支影片大概就介紹到這邊 那還是建議說各位 有實際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Reator底層機制 其實覺得蠻有趣的 大概就這樣子 OK